HELLO 大家好,我是DOWNRO 又到了一個月一度的Steam預見賞單元 你不清楚這個月有哪些好玩的遊戲 想找但又沒有時間的話 沒關係這些我都通通幫你整理出來了 解謎、動作、腦力激盪、悠閒、恐怖 嘿對我也不清楚怎麼回事 10月份的恐怖遊戲好像有那麼一點點多呢 應該是萬聖節的關係吧 好啦,我們就來看看10月份值得關注的遊戲有哪些呢 首先第一款,這麼可愛的兔兔你怎麼可以 欸不對,這兔兔揮舞著巨大鐵拳 準備找人幹架啦 暗影火炬城,售價為690元 原本是由動物自製的火炬城 有一天被機械軍團入侵 但無奈抵抗戰爭敗北後 身為前線抵抗軍的兔兔 只能過著隱居生活 但隨後他的朋友無端被逮捕 他不得已重新揮舞巨大金屬鐵拳 踏上反擊的旅程 這是一款Lane和戰士惡魔神遊戲 也可以操控兔兔 使用鐵拳、鑽頭、墊邊來攻擊眼前的機械 隨著戰場局勢來選擇合適的攻擊方式 挑戰著更加強大的BOSS 直到拯救回朋友為止 怎麼可愛的熊熊 你怎麼可以 欸不是這熊熊有點恐怖啊 Tandem a Tale of Shadows 售價為378元 知名魔術師的獨子有天失蹤了 在警方束手無策放棄之時 魔術師的狂熱粉絲 小女孩與泰迪熊將繼續調查此案 在這特殊美術維多利亞風格的美麗世界中 四眼解開這道謎題 遊戲是一款劇情解謎作品 那獨到之處在於你將分別操控 小女孩與泰迪熊來破解難題 操控小女孩時是上帝視角的方式來遊玩 而操控泰迪熊時是橫向卷著的方式 以此來運用上下不同視角 尋找出謎題的破解之處 找出事件背後的秘密 經典TD類玩法之一 我最近很著迷的一款作品 軍團戰爭TD2 售價為318元 從8個獨特的軍團中來選擇自身兵種 抵抗前來的20多坡怪物來守護住自家珠寶 而在防守同時也能夠召喚怪物前去攻擊擾亂敵方 看誰的珠寶血量耗光誰就能獲得勝利 你必須運用你的小腦袋來營運構築強化選擇 在Duo雙方的腦力激盪下來獲得勝利 玩起來非常刺激有趣 非常推薦給TD類愛好者 那我前幾天有為這遊戲做詳細介紹 有興趣的玩家可以過去看看咧 創意玩法表現上很像桌遊形式 但卻融合了戰棋TD回合至輕度類log Defend the look售價為298元 在遊戲中我們有必須要守護的國王 而敵人會每波每波的向國王進攻 不過不用擔心我們一開始會有戰士、法師、盜賊等三位角色來守護 而沒抵擋住一波怪物的侵襲就會有三選一的隨機強化獎勵 可以這三位角色進行增強 那到關卡最後也會有BOSS關卡來挑戰 這樣持續下去 那一局結束之後會有角色的天賦選項可以增強 讓你有個資產累積 繼續下一個更加困難的關卡 想養魚嗎? 但又嫌整理光太麻煩嗎? 那你應該嘗試一下這個 Aquarian Designer售價為186元 那這遊戲簡單來講就是水珠箱模擬器 這裡邊有兩種模式可供遊玩 第一種就是接單賺錢 依照客戶的需求你可以幫客戶設計水珠箱 來放置在餐廳、酒館、辦公室中 做的越好你就賺的越多 或者也可以不用那麼麻煩來玩玩第二種自由模式 不受任何限制的來佈置水珠箱 看看不僅擺得漂不漂亮 裡邊的魚魚能不能和平共處 過濾器、調節器有沒有安裝好 來這樣的悠閒度過這一天 裝潢出你所想像的水珠箱 超過80小時的單人戰役 體驗龐大的黑暗奇幻思思 試圖解放 售價為568元 這是一款車6回合至RPG遊戲 那遊戲自由度非常高 對話選項非常多 隨著劇情發展 你可以玩如聖母一般的做出抉擇 或者當個兒棍 看不慣的全都解決掉 甚至還能為了想要的寶物獻出自己 不管是人或者是獸 都可以在床上做個拼搏交流探索挖掘 不過不要太期待 這方面就單純只是螢幕帶過而已 沒有什麼動畫CG就是了 那隨後也可以建立自身基地 招募十多個不同特色的單位 組織起屬於你自身風格的軍隊 挑戰陰謀背後的強大 以戰術思考為要點 45度視角的趴塔戰棋Ladlock遊戲 Abertride售價為318元 迷途的靈魂無法墮入煉獄頓入來生 而高塔給予了這些靈魂機會 但前提是必須證明自己通過試煉 挑戰這氛圍5個區域中的50層樓層 那遊戲偏向於回合制的形式 你動了怪物才會動 而裡面場景也會不定時的發動攻擊 所以你可以引誘怪物聚在一起 利用場景來擊殺 也可以使用技能與被動能力 頭腦風暴下強妙的消滅怪物 那每個區域都會有一層商店層 你可以透過收集來的碎片 購買強化技能 恢復自身血量 而區域的最後就是強大BOSS 所以勇敢挑戰吧 迷途的靈魂們 偏向於解謎思考的殭屍RTS遊戲 Strong the City Zombie Evolved 售價為378元 目前還是一夜階段 數千年前被封印的殭屍之王 在現代中不小心被功能挖掘出來 殭屍之王重新復活 新一輪的惡夢將重新蔓延 那遊戲是採用關卡制的方式 一開始先游走感染人類 將其變為殭屍來操控 慢慢的殘死著人類城鎮 而城鎮中的人類是有上限的 所以要如何的攻略是有步驟的 像是一開始先進攻擊槍塔多的建築 保證為數不多殭屍將會全部死光光 但如果先感染周遭宿射 殭屍數量一多攻擊起來就更有效率 而且還能召喚十多種不同的殭屍將領 每個將領都有其特殊的技能與光環效果 能強化並buff周圍殭屍 進而打造恐怖的殭屍軍團 充滿藝術的搖滾樂動作平台遊戲 North Stray Loose 售價為378元 探索這色彩豐富的世界 認識擁有傳奇色彩的人們 發動音樂革命終結1DM帝國 不過不用那麼緊張 我們可以一邊體驗劇情 一邊隨著演出來搖擺身體 在旅途當中與超級巨星戰鬥 那遊戲結合了節奏、音樂 在戰鬥時敵人會隨著配樂、攻擊 你也可以隨著節拍、防禦並反擊 是款擁有獨特的動作冒險遊戲 那在戰鬥結束後可以在這城鎮中晃晃 與裡面的人們聊聊 了解每個人心中的故事 探索城市中角落處擁有的細節 那遊戲擁有500多首自創的音樂作品 看你是想聽聽電音或者龐克都可以喔 作為美洲原住民酋長 你必須想辦法抵抗入侵者的侵略 這是我的土地 收價為568元 在這片豐老的土地 你可以拿起弓箭、騎著野馬 收集資源、製造武器、狩獵動物 管理並發展你的影地 探索這美麗的世界 但如今在這塊土地上 卻有數量眾多的入侵者 你必須炸毀鐵路 圍殺敵人潛行下毒 既你所能阻止入侵者 在這塊土地上蔓延 於是你可以下令派遣部落戰士前去攻擊 或者製造陷阱在水裡邊下毒 一個一個暗殺掉這些入侵者 接著來保衛自家家園 那遊戲是種族主義非常強烈的作品 各種你死我活的殖民場景 所以體驗的時候 可不要太當一回事喔 裸肉、血腥、暴力、充滿色情內容 在地獄中為所欲尾霸 Succubase售價為378元 成為一位為情欲而生的狂野魅魔 使用獨特的能力向敵人發起復仇 衝奪屬於你的王國 在開始之前你可以創建主角外觀 讓他成為你的理想型 那遊戲是敵人稱動作遊戲 透過殺死敵人來獲得經驗 進而解鎖並升級多樣的技能 揮舞著40種不同種類的武器 使出更加血腥又暴力的攻擊方式 那這個遊戲影片不好意思我把它黑白化了 因為各種紅通通的番茄匠 內臟、手腳都在空中釋散 我不黑白化這影片鐵定黃標 就不好意思了 那遊戲內容過激場面全都有打馬賽克 但官方又免費釋出補丁 下載安裝一下就可以看到全新世界 畫面很亂 畫面真的很亂 但你也會跟著搖一起來的 Clane 2售價為268元 死去的人們一直告誡主角犯下的過錯 被撞上了新的眼睛 祈求獲得救贖 那這遊戲簡單來講就是 充滿光污染的電子洗腦音樂作品 玩家可以在遊戲中進行 打擊、衝刺、抓頭三動作 搭配音樂節奏與戰鬥畫面 使出對應的招式 就能打出華麗的連擊 來攻擊對方的血量 但也要小心 只要一個不注意斷combo失誤了 就會被boss攻擊 一旦食物太多則有可能遊戲結束 使用重複的時間來去堆疊戰術 燒腦、非常燒腦的FPS遊戲 雷人四字門 售價為318元 玩法方面非常有創意 玩家得要輪流進行5回合25秒鐘的時間回圈中進行 每一回合玩家可以進行25秒的操控時間 時間一到換到下一回合 再次進行25秒的角色操作 但特殊的地方在於 之後的回合都會顯示上一回合的角色動作 以此在這5回合中相互配合來對決 玩家得要面對已經發生的事情 並且佈局之後可能發生的事 配合多位角色各種特色的技能 放置陷阱毒氣、佈置防禦寶珠等 如何佈局請金入王、防止落入陷阱等 都是需要思考的地方 是一款機具策略性與戰術的作品 從無到有的建造一座工業化城市 Infraspace售價為378元 目前還是EA階段 那遊戲就很簡單 建造城市 該採礦地方採礦 該太陽能發電的地方都給它太陽能 也該蓋一點高速公路 方便人們上下班快速的來運送資源 人口逐漸成長茁壯 城市越蓋越大 而到了中期階段 基礎設施都蓋好了 鐵、碳、砂、硫、食物、氧氣等 也開始要穩定供應 不然一旦缺少某一種原物料 導致惡性循環的產生 對人們可說是災難性的災害 所以如何保持穩定也是遊戲難題之一 如果嫌上一款遊戲太冷冰冰了 那你可以嘗試看看這顏色豐富的城市建造類遊戲 Sightman Survival售價為268元 目前還是EA階段 一樣遊戲開始我們必須開局 根據你的小腦袋思考 選擇一處根據地發展膩的基地 好了之後開坑土地會入河流 收集資源、建造房屋、開啟貿易 要隨時的為未來做好準備 如果冬天要來了 木材、食物就得屯多一點 衣服、保暖、工作等也要做足 不然一個浩光對人們來說可不會太好過了喔 而夏天來臨時也要防犯火災 周圍水源夠不夠 而不會有龍捲風來襲 算擴大村莊或許資源也會變多 但是如何預防與補救也是遊戲的醍醐味喔 雖然我被綁架了 但那不重要我們先來打牌吧 Inspiration 售價為378元 遊戲元素非常多元 卡牌構築、策略解謎、生存逃脫、黑暗、恐怖 所以這不單單只是普通的卡牌遊戲 也沒有什麼多輪重複遊玩的遊玩機制 當然取而代之的是 特殊的遊戲氛圍、獨特的故事表達手法 玩家身處於深山中的小木屋裡 使用森林生物來構築卡牌 獻祭動物、召喚強大存在 而你可能與敵人打牌達到一半 離開座位在房間裡探索秘密 又可能又打到一半 手中卡牌裡的白柚突然甦醒 向你詢問 你會幫助我嗎? 這樣持續的挑戰下去 揭開小木屋中的謎題 發覺不尋常之處 感覺是個超讚的創意 That's Best Game 售價為268元 目前還是EA階段 遊戲是有點類似自走其氛圍的變種玩法 也帶有Laylog元素能夠重複遊玩 那當準備好之後開始戰鬥時 就不需要進行操控了 那玩家需要組出一群粉紅小人來挑戰 總共10層的迷宮 每次挑戰成功都能獲得些許的獎勵 那其中共有10種之夜、獨特的技能 每個職業也都有各自的裝備 而你需要依照獲得的選擇 來去組成一隻平衡度主越的隊伍 像是你不可能全部都是魔法師吧 總該有個坦克坦在前面吧 所以該如何分配手中擁有的裝備 該如何攻略即將面對的BOSS 就是遊戲有趣的地方 緩慢且充滿訝異的恐怖 Hardless Dark 售價為226元 這是款上帝視角的恐怖Laylog遊戲 而你的目標是逃出廢棄的公司 但如何逃就是關鍵了 因為四周都是黑漆漆 而你唯一的照明工具就是手中的手電筒 那在這片黑暗中會有各種莫名其妙的怪物攻擊你 甚至是家具也是不可信任的物品 而你必須閃堵、電擊、投擲炸彈 搭配各種東西來擊殺 也能夠升級來保證火力的強大 直到逃出這恐怖的公司 那遊戲一局時間不長約末20分鐘左右 適合忙裡頭銜的玩家喔 擁有動作RPG元素的基地建造生存遊戲 銀河破裂者 售價為449元 主角從單向傳送門來到了陌生星球 為了探查、了解也為了回去 玩家需要生存並建造雙向傳送門 回到自家故鄉 但這傳送門需要的人員非常龐大 所以勢必得要在這顆星球上 獲取足夠的人員才行 那遊戲開始你必須建造基地、開採資源 甚至是採集樣本、建造武器、四處探險 但無奈你在探索的過程中 會遭遇各種原生生物的襲擊 它們甚至會破壞你所建造的基地 而且攻擊一天比一天還要猛烈 所以你得想辦法加強防禦 並且反擊回去 透過研發來獲取更加強大的武器 甚至還能在製造過程中改變屬性 打造獨一無二的防具 面對更加強大的敵人 輕鬆簡單的小品微燒腦遊戲 UGO PLUSO售價為138元 遊戲玩法很簡單就是類拼圖 使用滑鼠推著Q彈的方塊 把相同的顏色碰在一起就能過關 但遊戲難度也出乎意料的有挑戰性 可能今天晚上絞盡腦汁都想不出步驟 卡關了難過了 但有時洗個澡、吃個飯又突然的靈光乍現 所有方塊的移動都串連起來了 這類型的作品有時是需要一點運氣與契機的喔 文藝公司團隊新作 反叛公司局勢升級正式推出啦 售價為268元 玩家將扮演一位政治家治理者 在一塊地圖中取得政權 慢慢的輻射到周圍佔領更多土地 那遊戲開始很簡單 但越到後面就會遭遇許多波折 像是國家中有許多敵對者與政敵 他們會來阻撓你 甚至還得面對持有武器的叛亂分子 不過你有反制手段 像是建造高速公路與道路 加快軍隊的往返速度 就能及時鎮壓與快速突擊 隨後你就能慢慢的發展勢力 也可以在民生、政府、軍事選項中來加以琢磨 以提升民眾的支持度 加快獲得其他土地 跑酷、解謎、神廟風格探險 The Light Blink 售價為298元 這是一款帶有輕戰鬥元素的平台冒險作品 在一個美麗的世界中 腐化邪惡的存在 逐漸侵蝕這世間 而你必須跳出來拯救世界 淨化邪惡 不過在裡面戰鬥並不是一切 甚至有戰鬥緩解的戰比也是還好 比較多需要煩惱的操作 大多都來自於陷阱、機關等 需要靠靈敏的反應來去應對 面對謎題需要思考來去應答 玩起來蠻有另類的刺激感喔 那同樣也是神廟風格探險 但畫面配色卻也同樣豐富 最後營火售價為268元 遊戲故事實在講說 關於一個迷失的餘境 困在處處謎團的地方 努力尋找生命的意義 找到希望踏上旅途 點燃最後營火 那遊戲比起上一款來說 多了更多的解謎 但難度始終不會說太難 通常只要思考一下 就能解出來 這樣體驗著悠閒的場景 舒服的配樂 操控提現木偶小女孩 穿越危機四伏的美麗童話世界 而Diagoless Tale 售價為298元 主角是被窮盡在馬戲團的木偶 白天娛樂觀眾晚上關在籠子裡 所以小女孩渴望自由 然而有一天她抓準機會逃離馬戲團 但卻發現外面的世界無比危險 這是個飽受戰爭殘酷的中世紀 童話世界 周遭滿是飢餓的市民 囂張的盜賊 而我們必須操控小女孩 逃離這滿是悲情的故事 那遊戲裡邊充滿著各種反差細節 所以說要幫助小女孩逃脫 但不管怎麼操控 小女孩是提借木偶的事實 不會改變 怎樣都無法掙脫的 導致玩起來會有一點 吊詭童話的氛圍喔 好啦 10月份值得關注的作品就差不多到這邊 剩下的我們來聊聊 這10月出了什麼知名大作吧 首先第一款偶像大師星曜季節 售價為1690元 玩家將半年偶像製作人來培育偶像 並與各位偶像同甘共苦 一起邁向共同的目標 喜歡偶像大師的粉絲們 這款不容錯過 2013團隊所開發的新作品 疊血復仇 售價為1490元 這是一款私人合作 殭屍逃生作品 與朋友玩會非常歡樂 舒壓娛樂的經典 但我有看一些心得有特別被註到 如果是藝人玩家與野團一起玩 那體驗可能不會說太好 甚至有可能玩到中風喔 所以建議有朋友玩家 再來選擇會比較妥當喔 在上半年憑藉動畫 風靡全球的IP 推出遊戲作品啊 鬼滅之刃 火之神 血風潭 售價為1690元 遊戲玩法方面偏向於火影忍者 終極風暴的格鬥玩法 而裡邊也收入了動畫第一季 與無限列車篇全部劇情 也額外新增了一點原創故事 喜歡鬼滅之刃的玩家 這款可以考慮看看喔 獨立電影是恐怖遊戲 你在遊戲中所下的任何決定 都將影響並回饋於劇情演出 黑象棘 徽明界 售價為790元 黑象棘 徽明界 是黑象棘系列的第三部作品 那這遊戲故事實在講說 兩軍交戰時突然發生了地震 全部等都跌入埋藏著蘇美神廟的廢墟 黑暗古老而隱秘的巢穴中 恐怖無法阻擋的遠古生物 將請超出獵殺無辜森林 推薦給喜愛恐怖遊戲的玩家 先下遊戲的經典再出續作 仙劍七下賺七 售價為800元 遊戲玩法方面不同於以往 該採用第三人稱即時戰鬥的操作 但我看下面評價大多留言是 前期還算OK 但後期滿滿的bug 看來看去我是覺得有點可惜啦 畢竟我滿喜歡閒暇的 所以姑且介紹一下 但如果想要購入這作品的玩家 我是建議先等一段時間 等bug少一點再來遊玩會比較好喔 漫威團隊經典IP新遊戲 漫威星際易攻隊售價為1790元 玩家將操控五隻精湛且幽默的心絕 靠著大膽卻好像不怎麼可靠的方法 說服著一群怪咖來拯救宇宙 喜歡漫威作品的玩家們 你們有新的選擇啦 經典恐怖少女遊戲 凌露鴉之巫女售價為1190元 這作品我還要介紹嗎 經典的老IP呢 凌的特色在於 玩家手持可封印幽靈的照相機 來去遊山玩水拍拍另一照片 幫可愛的女主角換上漂亮衣服的作品 聽起來有沒有很心動啊 不過說認真的 這款零的優化似乎不是說很好 裡邊BUG有那麼的一點點多 建議想入手的玩家 多等一陣子會比較妥當喔 好啦 10月份的作品介紹就到這邊 恐怖遊戲真的是很多很多呢 喜愛刺激的玩家應該會非常開心吧 好啦那是當囉 我會不定期的推出遊戲介紹影片 也會推一點遊戲心得出來 雖然我最近很瘋FF14 也會剪一點FF14的精華片段 這方面就還請各位多捧場一下啦 那如果喜歡我做的影片 可以幫我訂閱按讚加鈴鐺 或者是分享出去 這樣就能讓更多喜愛遊戲的玩家看到 那我是Dunlow 祝各位玩家有個超讚的一天 我們下一支影片再見啦 大家掰掰 好喔 謝謝各位玩家